歡迎收看全球現場蠻有天下 我是李曉茹 這星期來看 全球對抗新冠疫情的戰爭 已經打了一年多 各國也開始思考 在疫情過後 永久居家辦公的可能性 像是巴西 李約 聖保羅等大城市的居民 他們就落腳在鄉村和近海地區生根了 而美國聯邦政府也有意 要讓兩百一十萬的員工 永遠轉型居家工作 異山傍水 巴西南部的帕拉伊巴河谷 以種植咖啡豆聞名全球 現在這裡除了想要遠離 新冠病毒的都市人移居到好去處 原本居住在巴西李約的佩雷斯 因為嚴重的疫情 去年收購了這裡的咖啡園 跟小型飯店搬離城市 來到這裡 透過網路 他做起了相關生意 還包括經營新聞網站 說到新冠疫情 大流行的影響 巴西有越來越多人能夠居家辦公 因此轉往田野生活 過去一年來光是都市郊區 跟鄉村房產的詢問力增加了七成 房產顧問公司DataZ調查 從去年二月到今年二月 民眾對於鄉村房產的租領需求 達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四 對近海房產的需求 則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 而城市的租居需求則是下降百分之九 目前美國政府也正在研議讓聯邦政府員工在後疫情時代維持居家辦公的形式 只是官僚機構因為仍有傳統觀念認為居家辦公比起進入辦公室工作容易懈怠 因此接受遠距辦公的思維遠落後於民間的企業 《華盛頓郵報》報導 美國已經有部分政府機關願意提供員工在辦公室以外地方工作的選項 像是農業部每週必須有四天居家辦公 還擴大了虛擬跟遠距工作的地點範圍 目前根據調查顯示 這個美國聯邦政府員工的遠距工作力已經從疫情流行前的百分之三 在去年達到高峰期百分之五十九 其中在國防部五角大廈中工作的行政人員居家遠距工作的比例 也從百分之十一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 監管拜登政府期盼在後疫情時代讓全國兩百一十萬聯邦員工 能夠儘可能的轉變為永久居家工作 但部分特殊工作像是國家人事檔案中心的員工 因為要提供退伍軍人相關文件 讓退役軍人能夠獲得醫療保健跟喪葬目的權利等 一旦要推動永久居家工作 將可能會引發爭議 公日新聞陳盛編譯 為了防疫 民眾減少到大賣場採購群聚 想要採買雜貨 現在也有專人代勞 而歐洲又有快速送貨到福的服務 他標榜消費者下單之後 十到十五分鐘之內就能夠送貨到福 由於需求旺盛 也出現了不少的競爭對手 POSE機裡傳來訂貨單 只見快遞員們 每人抓著單子提起燦爛 快速穿梭在貨夷之間 拿取消費者需要的物品 這是雜貨配送公司Weezy 在英國倫敦的一間神仙倉庫 以快速在十五分鐘送貨到福的服務 文明鄰近社區 用紙袋包裝好之後負責送貨的快遞員 就會騎上自行車或是機車將貨物送達消費者的門口 三十二歲的迪恩因為在家遠距工作 原本需要每星期去一次超市 大量採購好一星期的食材 後來發現這種服務之後 就變成了超快速外送的中式客戶 這種快速送貨的服務打破了超市供應生鮮食品的傳統模式 特別是在英國幾乎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生鮮雜貨都有超市供應 而這種不對外開放的生鮮倉庫 以快速外送的服務 讓消費者享受到了快速獲得的甜頭 在對比一般超市的送貨時間 就顯得一般超市的送貨速度太慢 因此也掀起了競爭潮 有些甚至號稱可以十分鐘就送貨到福 但這樣的服務有利有弊 快速送達的服務無法完全取代一般超市 專家分析目前的三種網路購物服務 分為快速送達跟超市與美食平臺合作外送 以及傳統超市的網路訂單送貨服務 快速送貨服務因為商品少 替代物的選項也跟著減少 如果想要有盈利需要長時間累積 一旦需要擴大規模營業 可能還是得跟大型超市合作 成為被收購的目標之一 最近台灣民眾被迫宅在家 婆婆媽媽們已經被辯不出菜色苦惱了 可能希望有人可以代勞一下 而西班牙有一家公司就研發出可以做出國菜 西班牙海鮮燉飯的機器人 而這個成品還獲得專業主廚的肯定 將瓦斯爐打開 把調好的醬汁及備料倒進去 再添些米飯 機器人手臂有條不問的 展開主廚手藝 此時火候剛好加入海鮮 本身是這道西班牙海鮮燉飯料理大師的主廚 也是廚藝學校的執行長 邊看邊想他的手藝 到底有沒有國菜的水準 在主廚眼中 雖然他是個好工具 也能做出更多素質整齊的料理 不過機器人可不會備料 因此要讓他們端出好吃的 還得先幫他們將所有食材定量放好 步驟都完成了 機器人才會開始大顯身手 這是西班牙一家名為BR5的公司 所研發出來的機器人廚師 儘管他無法將西班牙每個小家庭做這道傳統料理的滋味複製 不過接下來可跨出國界 讓其他國家的人也能常常好滋味 因為他的表現已經引起外國連鎖飯店的興趣 還有日本酒店以及主題公園正接洽引進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 泰國正努力對抗第三波疫情 民眾減少出門 而動物園也陷入了寂寞 有一位十一歲小女孩 他志願到春午禮府的綠山野生動物園演奏 讓動物們不至於太過無聊 而友善好奇的狐猴還會圍繞著他 甚至跳上鍵盤陪他彈琴 形成特殊有趣的畫面 十一歲的泰國少女辛拉達用鍵盤彈奏流行歌曲 身邊成群的環尾狐猴邊吃點心邊好奇的聆聽 有的爬上他的鍵盤四處研究 更皮的還會跳上他的鱷魚裝 音樂聲讓長期少了遊客 極盡沉悶的綠山野生動物園又輕鬆起來 胡侯們成群攀爬跳躍 有如動畫電影馬達加斯加重現 為在泰國東部春武里府的綠山野生動物園 是曼谷通往帕塔亞海灘途中的景點 疫情以來少了七成的遊客 平常習慣被人群圍繞 直接互動的動物們都不太適應冷清清的日子 辛拉達在這裡也對不同的動物彈琴 貓佑定在原地睜大了眼睛 彷彿專注地欣賞著一場演唱會 舒緩情深陪伴下 斑馬跟河馬飯也吃得更香 原方打算固定舉辦這樣的現場演奏 每週一次讓動物們輕鬆一下 辛拉達說來這裡當志工也是為了幫助自己 學習適應如何在公開場合表演 克服舞台恐懼 不過要在大眾面前談琴還得再等等 目前泰國第三波疫情持續嚴峻 還出現高傳染力的印度變種病毒本土病例 當地加速疫苗接種 六月七號將啟動大規模一般民眾的疫苗施打計畫 境內為數三百萬的外國人也可以憑護照登記免費施打 公視新聞時回中編譯 泛國則是有一位富豪為實驗室動物與商業表演的大型動物 成立了庇護所 讓這些長期被人類操縱魔力的動物安度晚年 由於泛國國會即將要通過逐步禁止 馬戲團動物表演的法案 到時候又會有大量的猛獸需要專業的環境來安置 這庇護所也正在加快腳步擴充 前馬戲團教練泰薛拉跟自己一手帶大 比自己高又壯的大熊們玩在一起 雙方的親密信任溢於言表 他很慶幸自己最愛的動物找到了好的歸宿 這裡是電信富豪維歐拉 在巴黎郊區投入巨資買地打造的庇護所 要讓受過苦難的實驗室林長類動物 以及表演動物都能享有無壓力的晚年 另外一區從西班牙被送來的兩隻熊獅 長不出氣宇熊昂的棕毛 看起來跟母獅子沒兩樣 因為牠們剛出生就被帶離媽媽身邊 並且結紮 導致無法發育 還被密衣非法拔光了爪子 就為了把牠們放在各景點供遊客欣賞拍照 讓不孝四主發大財 為了杜絕這類違反自然 不忍道的惡性循環 法國已經展開立法 預計五年內分階段禁決馬戲團海洋公園 使用野生動物表演 維歐拉也是立法參巡的顧問之一 根據政府統計 法國全國約有八十個馬戲團 擁有兩百多隻的獅子 老虎 大象 河馬 狼 跟其他的野生動物 而法國境內動物園以外的三個野生動物保護園區中 維歐拉的庇護中心是唯一還有空間餘域的地方 也正在加快擴建 因為野生動物的收容更需專業 必須確保他們的生活能得到改善 而非惡化 維歐拉說 他們每天都會接到一些安置求助電話 索性多數問題可以透過協商安排解決 像是馬之類的大型動物 不難幫他們找到適合的收養者或其他去處 但像是實驗室動物 大型猛獸等無法安置的動物 這個庇護所就成為他們免於人道毀滅的最後一個堡壘 公日新聞 社會中編譯 美國紐約防疫解禁之後 就多了一個新的去處 為在曼哈頓西區哈德遜河上了一處廢棄碼頭 經過了英國鬼才設計師的橋手 他搖身一遍 成了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夢幻國度 坐落在紐約市哈德遜河上 綠色直批看混凝土打造的首座漂浮公園小島 前前後後經歷五年修建 終於在近期正式對外開放 這座人工小島是由一百三十二根大大小小高低起伏的水泥柱支撐 外觀就像一朵朵玉金香 由英國設計鬼才海澤維克勤子操刀 其設計理念是想要表達一片漂浮在水上的樹葉 而這不按牌裡出牌 顛覆想像的風格也獲得民眾喜愛 五顏六色百花齊放 行走在其中宛如置身夢幻國度 全園區種植不同樹木 灌木和花花草草種類多達兩百七十種 很難想像這花團緊簇的公園前身 竟是五十四號碼頭的舊址 在二零一二年碼頭遭山敵颶風強烈破壞之後 政府便決定要重新整修 並打造一個自然與藝術結合的公共空間 面向河面還有一座露天表演劇場 觀眾席有近七百個座位 舞台同時可以容納五十名表演者 小島將在未來舉辦各種巡迴表演和活動 提供當地民眾高品質的視庭享受 這座漂浮公園是由美國媒體大根迪勒 以基金會名義出資二點六億台幣打造 還僱用了一百一十名員工維護 策劃多年如今終於開幕 也讓曼哈頓西區多了一處網美打卡的新地標 恭喜新聞 王博文編譯 破壞新冠確診病患的康復之路很艱辛 必須要對抗超過五十種生理和心理上的後遺症 當局就啟動了復健計畫 要計畫透過各種的協助和訓練 來協助他們早日擺脫新冠後遺症的糾纏 跟著櫻木上的動態景觀踩著飛輪 或在跑步機上漸走 但這裡不是一般的健身房 而是位於破壞南部 跟捷克交界的新冠病患康復中心 根據醫學研究 新冠病患康復者 除了肺部功能衰退外 還可能伴隨超過五十種後遺症 如果感染到變種病毒 後遺症還會再增加 必須透過專業協助來得到改善 破壞政府二零二零年九月開始 在這收治新冠復健病患 希望透過長達三個星期的訓練課程 讓面臨新冠病毒後遺症的民眾 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賽傑斯基在染疫前 人本是一名精力充沛的跆拳道教練 染疫後肺部功能大幅衰退 除了體力上的明顯衰退外 心理障礙也是新冠康復者 必須承受的煎熬 如果病患在確診前 就有心智受損的問題 那時候恐怕也將面臨 記憶與思考力退化 以及注意力集中的困擾 另一個由13世紀 鹽礦所改建成的復健中心 也收拾了許多 努力想回歸正常的新冠康復者 透過升達地下一百三十公尺 鹽礦中帶有鹽分的潮溼空氣 加上各種可鍛鍊呼吸功能的運動 許多病患恢復的速度相當快 普通的新冠康復 疫情原本相當嚴峻 確診與病故人數累計將近三百萬人 政府也曾實施嚴格的限制措施 但隨著疫苗的覆蓋率增加 疫情明顯趨緩 政府已在五月中旬 陸續解除限制措施 民眾生活也逐步回復常態 而還在復健中心的新冠病患 估計約有六到八成的人 能恢復健康 擺脫後遺症的糾纏 公主新聞 建議請編譯 世衛組織建設公布的報告指出 全球職場普遍存在年齡歧視的現象 澳洲荷巴特移民資源中心 經營的社會企業廚房 他們招聘年紀較大 來自不同背景的移民 一邊幫他們累積工作經驗 建立良好的模範 四十八歲的阿貝巴 有著令人難以體會的過去 他在蘇丹奈民營生活了二十七年 四年前成功踏上澳洲土地 展開移民新生活 第一件事就是找份能糊口的工作 阿貝巴選擇了在塔斯馬尼亞省 河巴特 一間有移民資源中心 經營的社會企業廚房 這裡不只賣咖啡和餐點 同時也幫助移民分享自身文化 並累積工作經驗 社企廚房還幫助當地社區 減緩世衛組織在近日報告中 指出的年齡歧視問題 報告顯示 相較年長的申請者 雇主傾向僱用年輕人 此外在同樣被僱用的情況下 年長員工獲得訓練的機會也較少 對於移民來說更是如此 形成雙重弱勢 對於移民和年長的雙重弱勢者來說 這間社企廚房提供的不只是一份薪水 更幫助他們融入社會 和建立歸屬感 找到職場該有的尊嚴 公視新聞 林孝茹編譯 感謝收看下個星期同一時間 全球現場環遊天下 我是李小如 下週再會